昨天趙明欽遭到的追打是兩岸 整天的新聞焦點 那麼到了晚上 動作很快看到小台台智元 這個趙明欽的分身 馬上就弄出了搞笑版 模仿秀李民進黨市議員王定宇 模仿暴力事件當下的情況 說自己是無呼的 不過張明欽則是給了這個回應 這次我跌倒了 居然說是樹枝把我絆倒 這樹枝是長在上面 下邊是樹根 你們連樹枝跟樹根都分不清 能讓這上面樹枝絆倒嗎 那你的意思就是要把樹枝給移送法辦 對於綠營人士 還跳升張明欽的坐車 把車頂跳到凹線 張明欽準備抵押換押 因為如果祖國內地的十億同胞 真要跑去踩你們車頂的話 別說是轎車了 坦克車都踩爛了 聽說林依也到中國 受了中國民眾熱烈歡迎 若是王定宇未來也到中國參訪 準備給他好好照顧一下 下一次你們來訪的時候呢 我們是會按照 我們是沒有辦法按照這個 你們的方式來歡迎的 我們還是用詩歌朗誦 我們用高規格的來接待你 好不好 如果這位王新議員 想到中國來訪問 沒事 好不好 我們派一萬個小學生 好好朗誦給你聽 聽他的三天三夜 明白嗎 民進黨議員 槓上中國海協會副會長 雙方你來我往 誰輸誰贏 立刻分享 中天新聞楊靜林 方向台北採訪不到 打電話